大陸媒體11月12日說 外交部副部長羅趙輝 在當日的中共國務院舉行新聞的發布會上 介紹中共當局 推出了一些應對疫情採取的新措施 他說目前全球範圍第二波疫情來勢兇猛 威脅也是非常嚴峻的現實 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的壓力持續不減 內外夾擊 這個冬天的確是不好過 中共健康衛生委副主任李斌 也在同一個場合說 中國局部地區可能發生聚集性疫情 同時冬季其他呼吸度感染病進入高峰期 疫情防控工作一刻也不能放鬆 中共病毒疫情去年12月在湖北武漢爆發 由於北京隱瞞消息 令世界各國民眾的健康、生活、經濟、政治和文化 都帶來巨大損害 截至北京時間11月13日 全球感染人數超過5200萬宗 死亡人數超過120萬宗 近期全球單日增加病例突破60萬 是第一波 也是春季高峰的6倍 自從10月14日起 山東、青島、天津、上海和安徽、新疆等地 都出現確診個案 但中共將感染病例全部都推卸到入口冷凍食品 北京在6月出現疫情時 當時就推卸給入口三文魚 8月深圳出現確診病例 就推卸給巴西冷凍雞翼 10月17日在山東、青島出現確診病例 就推卸給冷凍雪雨 山西、天津、河南和湖北等地出現確診病例 也全部推卸給入口冷凍食品 包括阿瓜多爾的凍鎗魚、德國豬手、印度冷凍大魚、 巴西豬肉製品和大腿木魚等 美國某製藥公司醫學總監朱偉對新唐人表示 現在還沒有確實的證據顯示中共病毒在包裝上能活存多久 所以由入口冷凍食品輸入病毒的說法很難被確認 當然也不排除已感染病毒的中國工人感染了冷凍食品包裝 由於中共一貫隱瞞疫情真相 而且習慣推卸給海外 官方的說法和公布的數據普遍受到懷疑 朱偉說中共方面所宣布目前的疫情情況是完全不可信的 他們完全出於維穩的目的 民眾還需要進一步了解真相 完全不能放鬆警惕 青島啟動核酸檢測期間 當地發生群體聚集感染 查出一名確診的的士司機邵某 總共載過231名乘客 但當地只是通報52名密切接觸者 朱偉表示 如果還有大量乘客未被追蹤到 很可能導致跨省市的疫情大爆發 我們應該知道在真實的有效的疫苗大規模接種之前 病毒不可能完全消失 新增病例反覆出現是可以預期的 這不是中共偏制一個假象就可以避免 朱偉說中共9月召開抗疫大會 說中國的疫情控制了 當時他就認為 中共試圖擺脫它隱瞞疫情 引發的全球追責 現在中共將國內爆發的疫情 全部推卸給入口冷凍食品 也是同出一次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11月12日直接表明 台灣一直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蓬佩奧12日接受電台主持人修伊特的電話採訪 說得多項重大外交議題 他表示 台灣一直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在列根政府所作的政策制定工作中得到承認 這些政策全美國到現在已經遵守了35年 而且兩黨政府都是這樣做 蓬佩奧說 美國對台承諾跨越黨派 兩黨都了解台灣是民主典範 中共軍方近來動作憑法 兩岸局勢崩緊 美國在台協會8月31日曾公布 以故總統列根在1982年 針對台灣安全所提出的六項保證 其中包括未同意終止對台軍售的日期 未同意修訂《台灣關係法》 英國《金融時報》說 美方公布六項保證的細節是為了反制中共 洪佩奧強調 美國必須履行對台灣的承諾 美方對台有一系列業務 你有看到我們為協助台灣防衛能力所造的軍售宣布 這些都是為了兌現在中國大陸和台灣人民之間已經作出的承諾 今年6月 蓬佩奧在日本出席四方會談的時候明確表示 如果中共單方面入侵台灣 美國不會坐視不理 台灣總統府發言人張敦涵13日回應蓬佩奧的講話表示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 這是不爭的事實 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剛安感謝蓬佩奧對台灣的支持 和對台灣民主的肯定 他表示 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這是事實 也是現狀 辛亥革命後 中華民國在1912年1月1日宣布成立 成為亞洲第一個得到國際廣泛承認的民主共和國 第二次國共內戰後 中華民國中央政府 在1949年底遷到台灣 國際社會經常以台灣作為中華民國的國家通稱 近期 美國關係火速聲音呼籲美台復交 台灣重返聯合國的呼聲不斷 蓬佩奧11月10日宣布 美國副國務卿赫拉奇將會順領美方代表團 在11月20日與台灣舉行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赫拉奇曾在9月首次訪問台灣 並且會晤蔡英文總統 他是1979年以來 美國國務院訪問台灣的最高級別官員 習近平最近急喊三個安全 再加上五中全會公布中 多次提及安全引起揣測 多位學者認為中共內憂外患 疫情重創中國經濟 造成骨牌效應 共產黨最難捱的日子來到了 中共黨媒體11月11日報導說 習近平10日對平安中國建設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他要求各地區各有關部門 要聚焦影響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寧的突出問題 並且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 要加強對平安建設的組織領導 切實堅負起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責任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原認為 打著三個安全旗號的所謂平安中國 實際上是中共以政權安全為核心的維穩運動 中共是迫害人權、製造社會動亂的根本因素 中共內外交困下 反覆強調安全 反映出他們的不安和惶恐 10月底中共五中全會發表的公布 也多次罕見提及安全 有人統計公布中單是安全兩個字就出現了22次 相反消費、經濟增長、投資和就業這幾個詞語加起來 總共出現不超過10次 而上星期發表的十四五規劃 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在統籌發展和安全、建設的平安中國方面 和以往的規劃相比也著墨較多 自由亞洲12日報導說 獨立學者不早來認為 中共面臨的安全問題 源自武漢肺炎疫情 疫情重創中國經濟 造成骨牌效應 舉例說 一家公司破產後會有大量的人失業 一個集團破產後 可能拖欠幾十萬計民眾的金錢 還有銀行和房地產公司倒閉 都會帶來一些骨牌效應 都會直接危害到國家安全、社會安全 困擾中國大陸的除了內部問題還有國際形勢 有評論認為 疫情下中國和全球大多數國家關係變得很緊張 戰狼外交導致中共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立 而中共要走出經濟困境 關鍵是積極改善對外關係 不早來預計 國際形勢對中共非常不利 大量國際企業遷走 房價會大幅下跌 地方政府沒有錢 略奪私人財富 老百姓的房屋被沒收後 會不會引發連鎖反應呢 會不會引發社會動盪呢 必要的時候 可能動用軍警的力量 甚至全國戒嚴都有可能 對中共來說 這麼冬明春的日子比較難捱 他說如果整個社會出現系統性的問題 特別是在經濟上引發動盪 這是中共無法承受的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副教授成名 也曾說過 疫情下大陸失業嚴重 在政治壓迫和經濟重創下 人民自然會起來反抗 如果搞不好經濟 人民的憤怒會越來越大 有可能引發政治危機 截至目前為止 中共病毒疫情已經蔓延接近一年 全球確診人數高達5,200多萬 死亡人數超過120多萬 國際上呼籲 追究中共隱瞞疫情的罪責 並向中共殺上 連中共盟友和中共歷年大殺幣的非洲國家 也參與了向中共殺上 而在中國國內 疫情恥起彼伏 經濟危機空前嚴峻 企業倒閉潮失業潮不斷擴大 民憤空前高漲 中共各派長期累積的矛盾更為激化 中南海暗潮洶湧 中共政權早已四面坐過 搖搖欲墜 遵守 中南海暗潮